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5号下午来到他所在的山东代表团 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在听取代表发言后 韩正表示 完全赞成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他说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 极不寻常 极不平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我们有力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 经受了世界变局加速演进 新冠疫情冲击 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过去一年 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通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通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通筹发展和安全 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成绩来之不易 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 作为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韩正强调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更加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 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坚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实现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韩正希望山东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走在前开心局嘱托 锚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 努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山东实践